收下了 你对目前的战局怎么看呢 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形势都不是很明朗 罗斯福和邱吉尔都不知道该怎么样 我怎么敢网谈战局呀 是啊 要我看国民政府也真是不容易了 能撑到现在真是个奇迹 看来我们得抓紧时间做点事了 离开的时间快到了 到了那边 只有花钱的份 再想挣一个大字都难哪 四平 干嘛不进去呀 对啊 我是来告别的 我不想待在这儿了 那你打算去哪儿啊 浪迹天涯吧 四平 你能确定 炼铁厂的铁都是非渣 我以我的人格保证 甚至以灌云的人格保证 不会错的 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希望你留下 我想灌云 也不希望你离开 留下吧 我们一起想办法 你能有什么办法 这事儿你别管 怎么 你就想这么一直糊涂下去 我咋糊涂了 我炼铁厂练的明明是升铁 炼铁这事儿我也不懂 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 风小姐是一个有经验的工程师 我想她的话不应该是空穴来风 她就是人来风 我绝不相信她的 我希望你能够尊重事实 事实就是 这铁我生产了这么多年 我想这个铁的质量 恐怕跟多少年没什么关系吧 你现在尽快地应该给出一个 切实的结论 麻烦 答应了 我实话告诉你 我早就去找了那个 我跟你说的切实的结论 这个女人她娘的比我还宁 等着吧 她就是不见棺材不掉眼泪 我现在很严肃地提醒你 如果 我说的是如果 你练的如果的确是废杖 你怎么办 这不可能的 陈院长 想喝什么茶呀 陆县长你别逼我 前几次的数额我办得到 可是你想整笔的拿走医疗经费 我办不到 你这么做 伤兵医院可怎么办 谁说我要拿走我只不过是暂时周转一下吧 过了这段时间我会还给你的 你每次都这么说你还过吗 这次绝对不行 谢院长你什么意思 你忘了我们的交情了吗 作为朋友我帮你做了很多事情 包括这么年轻 你就能当上院长 你已经拿这件事情要挟了我六年 六年整整六年 我不想再干了 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 那将是政府清查汉奸卖国贼最好的时机 谢院长 六年前的卷宗和你的口供 现在还在我的抽屉里 你想捏着这些东西拿我当狗屎活吗 你想捏着这些东西拿我当狗屎活吗 你要这么理解我也没办法 好了 不要再为你弟媳妇的事吵架了好不好 没错 伤兵医院那边有啥问题 伤兵医院能有什么问题 没问题 学生 谢院长才发痒 挺好 最近很努力 我看他的手术的水准 都快赶上我了 那医疗经费上有啥问题没有 我现在已经不是院长了 无权过问 可你当了这么多年医生 你总该看得出来吗 伙食咋样啊 药品充不充足啊 这个 我看不出任何问题 是 奇怪了 你这有什么奇怪呢 不好吗 想关于 咱们俩交往了六七年了吧 我就想关了 好多话我都敢跟你说 这个 六年前的好多事我还是想不明白啊 像老潘 黄老四 他们背后肯定有一个人 可这种事要讲个证据 这兔子一旦吃了一口窝边草 他就肯定要吃第二口 可是我等了六年了 我就愣没等着这第二次 你变了 你变得比以前更爱动脑子了 六星长 你别生气啊 刚才我一时糊涂 我也知道您是为我的前程好 我之所以喜欢你 就是因为你脑子不糊涂 但是有些事我还是得跟您商量着办 您要一次性拿走那么多的医疗经费 我实在是为难 再说也容易被人就发现 这样吧 我回去以后 我动动脑子我想一想 多你一些明目 比如说进设备啊 扣大药房啊什么的 多向上面争取点经费 您再从中促成 这样我就好办多了 真是个聪明的年轻人 但是要快啊 好 回去马上吧 很多事情我也是身不由己啊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老是头晕 也许年纪到了 卢先生 您可得注意身体啊 您这个血压高可是个大问题 老这么高下去会出危险的 医院进了一批特效的降压药 正好治您这个病 改天 不 明天我给您送过来 那就谢谢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和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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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s 他 白 他 他 是 很多人 不是要结论吗 结论 上面写得明白 玉城炼铁厂出产的生铁 品质合格 不容置疑 回去告诉那位弟妹 最好我还得见了 别生了老说罪话 特别行属的结论 他们在撒谎 有两种可能 第一 就是这个杜甫县长 他还在上当受骗 要么 就是他和那群人一起同流合污 发国难财 四平 松山哥他 我还不走了 不找出炼铁厂生产废渣的证据来了 我绝不离开玉城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明天就去重庆野精研究所 你去重庆干什么 能不能带着我 铁子 你刚才说的话我全听见了 我告诉你 我爹杜松山不会上当受骗的 他是个大英雄 他有好多枪 是别乱的 如果是个大英雄 你自己来不知 你去重庆地 然后说 我自己去重庆 这个项目 那我看到你 那我才会长得 人家也有一个实际 前主任您应该知道的 咱们所有的募捐款 都应该直接回到重庆总会的账户 可是我今天在审查交接情况的时候 发现有一笔钱 进了咱们玉成的一个账户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是这事啊 来来来 你先坐 这事啊 这准你一个人知道 这是军方开设的 一个秘密账户 款项能够民间的钱庄接往印尼 据说是为了购买化学弹 而特意开设的一家秘密金融通道 这是机密 绝对不能告诉别人 明白吗 何小姐 钱某啊 还给你带来一个小小的惊喜 来 请何小姐笑纳 钱主任 您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奖励 什么奖励 国民政府给各大战区发过通令 反我军将士杀敌立功者中奖 战场上如此 我们在后方支援前线也理应效仿嘛 何小姐业绩显著自然要得到奖励啊 钱主任 这是政府的拨款吗 还是你们 何小姐姐不要多想了 钱主任 育成民众的现金款 我是不会要的 何小姐真可谓高峰谅节呀 看来钱某这奖励是发不出去了 谢谢你钱主任 就当我给前线捐几百发子弹吧 那么何小姐上次拿的那笔钱 上次那笔钱是借款啊 借款 何小姐也不想一想 县政府财政的钱 怎么能随随便便地借给某个人呢 不瞒你说 上次何小姐拿的也是民众的现金款 你说什么 上次的钱我可以退给你啊 你拿什么退款 我卖房卖地总之我可以退 稍安勿躁 稍安勿躁啊 何小姐上次可能有点疏忽吧 我记得你上次签的压根就不是一张借据 而是一张收据 也就是说 你拿了你不该拿的钱 而且 是我很大 打个粗俗的比喻吧 这就像 娼妓一样 只要做过一回 她已经不清白了 不管她以后再怎么守身如玉 她也是娼妓 永远是娼妓 拿着吧 胡椒 你还跑的 你还跑得到 你还跑得到 你早疼的 我想说 你还跑得到 你自己要处理 我终于 把牛肉 刀 妈 妈 你怎么了 没事 这些药品只是你单子上的一部分 剩下的我会尽快给你想办法 行 我知道了 这年月啊 药品比什么都难弄 说实话 真是难为你了 杨医生 不光是你们 宇城县的老百姓 也同样面临了缺义少药的困境 主要的问题是来自于地方 还没有合格的药材转运机构 常年的黑市交易 让那些贪心的商人 把药品都变成了黄金 杨医生 你就没想过 成立一个 育成自己的大药房 以你的名望 一定会一呼百应 没错 我想了很多年 但是有难度 这个需要得到政府 我们也认为 摇下来 他会不须 这一集 我们有没有 我那边 你们有没有 我们有没有 网络 你 现在 对 初评程 李总 您不是想看这种 总把你爸给你的糖放在碗里 因为平时你不让我吃 不是不让你吃 我是怕你把牙给吃坏了 我已经跟玉成小学说好了 过两天 你去超班上小学 我不是 为什么 我要去了 杨叔叔 你师父就不会再教我写字了 老师比我教得好 不好杨叔叔 我以后不都知道了 你也别让我上学了 我想让你教我 先吃饭 雪珍 他们把钱凑齐了 凑什么 药费 他们买药的钱 明天你就可以把它还给县里了 怎么了 怎么了 雪珍 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好不好 冠宇 要许一个人做错了事情该怎么办呢 谁不会犯错啊 谁不会犯错啊 我也一样 十个人就会犯错的 我问你该怎么办呢 勇敢地面对 然后解决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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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小学 什么事啊 大家听我说 我有一件事情要宣布一下 我决定把我们家的积蓄都拿出来 捐给抗战 前主任 麻烦您给我打一个收条 何小姐 你真是太了不起了 来来来 给何教育鼓掌 来来来 你这是一个错误 我已经把前价司的钱都还给你了 你因为把钱交给募捐委员会 你就清白了吗 恰恰相反 我告诉你 你这是等于拿着贪污的现金款 来为自己买荣誉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 可是上面不知道 传男行属不知道 育成的老百姓不知道 他们只知道事实 你的这种行为追究起来 是要最加一等的 你要挟我 别的话我不说 我只告诉你一件事 钱也好 账户也好 那永远都是一个秘密 你知道吗 秘密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 你不知道的时候 它跟你没关系 一旦你知道了 你就有这份责任 你就得保守这个秘密 因为你已经是 这个秘密的一部分了 这是你陷害我的目的 别说的那么难听 你可以不接受 这个秘密所带来的好处 但是如果你放弃了 你就会对别人带来伤害 我不想伤害别人 我也不会伤害别人 我只想清白地活着 让自己清白的唯一方法 就是管住你自己的嘴 别忘了我昨天跟你说过的那句话 做过以死娼击的人 就永远别想再守真如意了 你 请看吧 多福县长 这是啥 这是重庆野精研究所的基础鉴定 你那高楼生产的所谓生铁 全部都是废炸 这是中国最具有权威的鉴定结论 我还在重庆做了半个月的调查 想不想知道结果 不光是现在 在过去的几年里 你们玉城炼铁厂 从来没有生产过和和的生体 成立了 到 人事 什么 你 是 事实证明了我的判断 可是我却一点成就感都没有 你打算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如果那位副县长和他们是串通一气的 不会 他不是那种人 你就那么相信他 在玉城除了雪珍 他是最值得信任 房秀 什么事啊 杜副县长有请 走 坐 杜副县长 你是想堵住我的嘴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免了 我请你坐 好 这杯酒我问你几句话 你咋不喝 我不是什么酒都喝的 你什么意思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是头一条 凭啥我的炼铁厂出的是废渣 简单一点说 使用劣质原料永远练不出来合格的生铁 我背靠着梅林铁矿 你敢说我的原料不行 我调查过 梅林铁矿是个贫矿 再说 矿石都是要经过选矿处理的 但是现在 矿处开采出来就直接运进铁厂 而且白镇将还下令直接入炼 这样练出来的能是生铁吗 只能是垃圾 废物 你来给我选矿练一炼 合格的 对不起 我帮不到 凭啥 长时间使用劣质原料 已经严重地破坏了高炉 要想练出合格的生铁 必须彻底地整修改造高炉 你倒满知道个进退了 对不起 我不想再回答那问题了 毫无意义 坐下 你凭什么迷路 我想听你说真话 会有这种事 何雪珍这小女子 还挺倔强 是请能对付她 您说她会听话吗 这种女人 把茗玉 脸面 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她才舍不得丢 欲成第一社会女性的美名呢 她会受口如瓶的 何雪珍 我觉得您今天精神不错吧 谢霖今天给我送来了一点 酱鸭药 吃了以后 还真是觉得有点神清气爽 好啊好啊 我说的全都是真话 信不信有你 那你告诉我 这个啥研究所 在重庆啥地方 杜副县长 不会是想心自去核实一下吧 从明天开始 我就正式任命你为炼铁厂的工程师 可咱把话搁在这儿 要是我去了重庆 证明你在胡说八道 那我就治你一个破坏抗战的罪 看来 这杯酒我可以喝了 好 我呢 妈 帖子 你在妈屋里干什么 你又藏哪儿了 什么藏哪儿了 钱呀 昨天藏到床底下的钱 今天怎又不见了 哪有什么钱藏在床底下呀 铁子出去玩会儿 去 妈 你撒谎 妈妈撒谎 快把这儿藏起来了 铁子 铁子 妈妈撒谎 妈妈把这儿藏起来了 妈妈撒谎 妈妈把这儿藏起来了 铁子 妈妈 怎么了 杨叔叔 你不说昨天要诚实了吗 对呀 妈妈撒谎 妈妈说什么 妈妈有好多好多的钱藏在床底下 今天又不见了 她一定是藏在别的地方了 可她不承认 杜铁 你胡说什么呢 哪有什么钱 我没胡说 我欠了看着呢 我都没打对呢 你看 我大书两张 我拿去买糖 他们说找不开 给我 走 杜铁 撒谎 杜铁你快不撒谎 杜铁 你干什么 你怎么打孩子 你怎么打孩子 老实在这里 你怎么打孩子 最后他们就 над后 你怎么打孩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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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爱 人类把自己最柔弱的部分 毫无防备的袒露给对方 也正是因为爱 母亲几乎走向疯狂 母亲几乎走向疯狂 你别过来 你回答我 如果我身上有了污点 你还会爱我 我当然爱你 我永远都会爱你的 告诉我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什么都没发生 就是突然想到 想要问问你 不对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雪珍 我是你丈夫 我有责任帮助你派遣心里的不愉快 但是你一定要告诉我实话 到底发生什么了 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 什么都没有发生 这情是从哪儿来的 这情是从哪儿来的 我爹留给我的 乖 我想我爹了 我想我娘 我爹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想不想喝杯咖啡啊 不用了 老师 不要客气哦 不是客气 咖啡还是省着点喝吧 谢怜啊 我不得不告诉你 你的手术是越做越漂亮 能得到老师的肯定 是我的骄傲 这些年没事的时候 我把您以前做手术的医案 都看了好多遍 上海的 武汉的 还有来玉城以后的 还做了不少的笔记 但是我知道 无论我怎么努力都不会像老师一样优秀 你为什么要这么想 只要努力 你一定会比我做得更好 就今天的这个手术水准来讲 无论是速度 还是准确率 我都不如你 您真的这么认为 你觉得我有必要恭维你吗 能不能和老师一起吃顿火锅 当然 什么什么 你再给我说一遍 你要干什么 停炉 大修 为什么大修 高炉接受风量的能力越来越差 偷气性的指数 已经降到完全不能接受的程度 炉钢负担加重 安全铁容量不合格 别给我扯这个 停几天吧 一个月 一个月 你知道一个月也要耽误我多少升铁 但如果不休的话 高炉的寿命没几天了 而且很危险 这年头人都提着脑袋过日子 还顾上他的寿命 不休 插手完蛋插手算 你给我走 我已经叫工人们听风了 反了你了 没有我的命令谁敢听风 马上送风 我是县政府正式任命的工程师 在特殊情况下 我有权利听风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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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几个马上送风 每个人增加两个月的薪水 白长长 这样不合适吧 冯工程师可是都府县长亲自任命令 我 我是厂长 你们去不去 如果你们不去 不但你们几个立马给我滚蛋 连你们后边这些人 都会因为你们不听话 而没有饭吃 他们的饭丸子 可都在你们几个人手里攥着的 这两天没有看到杜甫县长 杜甫县长好像出差了 出差 去哪儿了 这个我不太清楚 去 把他的秦务兵给我叫过来 是 白镇江 你身为厂长 不遵守厂里的规章制度 还用薪水来要挟工人 你太卑鄙了 把他给我赶出去 不用你们赶 我会走 工友们 不要听他吓唬 他不敢把你们怎么样 他不敢 因为他做贼心虚 白镇江 你说 你敢砸他们的饭碗吗 你不敢 何止饭碗子 你们都给我听着 我白某是县党部委员 你们跟我作对 就是跟政府作对 我不但要砸你们的饭碗子 我还要扮你们一个资讯闹事 破坏抗战 破坏抗战的是你白镇江 公友们 白镇江为了降低成本 低价收购矿石焦炭 而这些矿石焦炭 连最起码的质量都无法保证 最后的结果就是毁了高炉 练出一堆一堆的废渣 而他却和特别行属的一些贪官联手起来 瞒天过海 利用这些废渣换回大把大把的钞票 高炉如果不停炉大修 我们练出来的永远只能是废渣 前方需要生铁制造火炮制造炸弹 而这些废渣连铁皮都做不出来 他在发国难财啊 白镇江 你敢不承认我说的是事实吗 你敢不承认你是在利用炼铁厂循私枉法吗 说说说说 接着说 我倒要看看你还能编出什么耸人听闻的故事来 白镇江 这些事情是不是事实 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一个人如果连良心都没有了 那就连臭身都不如 你们都给我听着 这个女人煽动闹事破坏抗战 对县党部委员恶意重伤陷害 把她给我抓到县杂队去 来来 卢先生 杜甫县长去哪儿了 这个 我问你杜甫县长去哪儿出差了 我是一县支长 我不能知道她的去向吗 崇敬 我说她的这个人不应该她的 我应该是一样的 她的这些人不应该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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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话 保证不再犯了 然后呢 送风开炉 恢复生产 你呢 还当你的工程师 不伤筋肚骨的 这有什么为难的呀 同意了 你不是要送我去县大队吗 你怎么敢对我乱用死刑 你没有这个权利 你是犯法 这个女人是从国外回来的吗 脑袋边不太灵活呀 行了 我呢 该吃宵夜了 她就交给你们了 白真江 白真江 你会